DRB系列 DRB系列连接器是大负荷环境密封的连接器 是隔板应用的理想之选 这些巨型连接器有耐用型热素材料制成 旨在适用多种线规 且具有较多的插帧数 包括48、60、102和128个空腔 DRB插入 请从压接电线开始 如需协助 请参看DUCH触点视频片段中的详细说明 请参见布线图 了解每个空腔应插入哪根线 所有空腔都根据设计以数字或字母标记 在触点管后面约25毫米处握住压接的触点 握住连接器 使后锁环走线器帽朝下你 将触点直接推到后锁环中 直到你听到并感觉到咔嚓声 轻轻拉一下 确认触点是否正确锁定到位 触点应完全插入到连接器中 同时锁定 持爪在触点肩部下面固定 重复此过程 直到所有空腔都已填满 组装DRB系列连接器时需要使用辅助器型锁块 器型锁块可确保触点正确对齐 通过对齐建构插入器型锁块 应将器型锁块牢牢按压到位 在器型锁块和连接器之间仅可看到很小的空隙 如果器型锁块不完全进入 请检查以确保所有触点都正确就位 如果触点未完全插入 这固定持爪将防止器型锁块按压到位 对连接器的插座和插头半体重复相同过程 请确保将触点插入到后锁环中 请注意如果有开放控枪 则需要使用适当尺寸的密封筛进行填塞 DRB插接 完整的DRB组装需要采用安装法栏 将插座上的锁键与安装法栏上的锁键对齐 将插座插入到安装法栏中 直到您听到并感觉到固定夹发出卡塔声 将插头上的锁键与安装法栏组件对齐 用力将两个部件合并 并将起重螺丝紧固到建议的扭矩级别 DRB分离 要分离DRB系列连接器 请松开起重螺丝 并分开插头和安装法栏组件 通过松开固定夹将插座从法栏上卸下 DRB触点卸除 使用螺丝刀取出气形锁块 将气形锁块直接拉出 要卸下触点 请松开锁定齿爪 方法是使用螺丝刀 将其从触点肩部移开 同时轻轻地拉动电线 使其穿过后锁环走线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посмотри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